真的很好吃耶 好吃啊 蜜又Q 蜜很Q 汤又很濃 大口大口吃拉麵 喝着浓郁热汤 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拉麵要好吃 从食材到烹煮 每个环节都是关键 滚烫的热水 浸熟面条不到一分钟 白色浓稠的大骨汤 以鸡骨猪骨熬煮五小时 换来美味汤底 让面条尽情吸收精华 叉烧更是不能少 盛食及干贝以来凑热闹 海路双拼 丰富了整碗拉麵灵魂 喷枪烈焰把猪肉 跟干贝香气解除封印 碗里放上笋干温泉蛋 澎湃的日式拉麵就能上桌 上餐咯 端着拉麵 顾客迫不及待想品尝 面条Q弹 汤头浓郁鲜甜 甘醇的滋味 直接让胶质黏在嘴巴上 炙烧过的叉烧 软嫩咸香 新鲜的海鲜干贝 半年解腻工程 连长居在日本的顾客 吃完拉麵后都赞不绝口 他们家的拉麵我觉得很好吃 因为我在日本吃的好吃 因为日本对我来讲是太咸了 这边的口感很好很浓 面又很Q还蛮不错的 做出道地拉麵的推手就是她老板娘爱马 过去从事美法业十多年 虽然是台湾人但几年前到日本工作 遇到日本籍丈夫两人相视相恋 身为厨师的先生决定定居台湾 开启两人创业之旅 从小摊车作为起点 那时候小摊车大家的客人的座位 坐得不是很舒适 然后又是在马路边 那吹风雨淋有时候下大雨 还帮客人撑伞吃面这样 然后觉得这样好像也不是办法 那我们就努力一点 然后刚好有这个机缘 就遇到这个好的房东 然后就是租给我 开店之后爱马开始学习餐饮 专攻咖喱饭 温体猪肉分切成块 咖喱的最佳配角 洋葱不能少 这是姜黄 姜黄就是对身体比较好啊 热水加入姜黄粉 以及浓稠的大骨汤头 增加咖喱滑顺口感 猪肉跳入金黄色的汤底中 跟洋葱炖入两个多小时 再加入炒过的咖喱 光是咖喱酱汁 前后就得花四到五小时熬制 蛋液在锅内慢慢定型 筷子缓缓旋转 宛如公主寻百般的皱褶 让咖喱饭更有看头 铺在白饭上头 搭配腌渍萝卜花解腻 既漂亮又美味 咸香的咖喱带点甘甜 猪肉的嚼劲 让咖喱香气盘旋在嘴里 久久不散 爱马自己做的薯泥 让咖喱风味有了变化 松软细致 也不小心整盘咖喱饭 就会吃光光 我吃了之后我就回不去了 我也不想尝试其他店 这盘咖喱饭也拯救了这家拉面店 就在爱马开了实体店面 遇上疫情爆发 先生又回到日本照顾家人 爱马一个人 一边雇电一边雇小孩 扛起全家重担 人生也跌到低谷 然后回日本去的时候 国内疫情一大爆发 那整个就是很惨淡 就是变成我自己一个人 撑这一家店 然后 可是也是我们遇到 还蛮佛心的房东 比起拉面 咖喱饭正好能外带 让餐厅有了一线生机 爱马干脆转型 以咖喱饭为主 再配上台湾人最爱的鸡排 去筋的鸡排炸到金黄酥脆 淋上自制的明太子酱 明太子香味在烈火攻势下 紧紧附着在鸡排上 完美展现台式跟日式 创新融合 厚实的鸡排吃起来 外脆腻多汁 甜甜的明太子酱 提升湿润口感 越吃越过瘾 我发觉它的鸡排跟外面比较不一样 它比较酥 然后小朋友很喜欢 他们会感觉吃到好像炸鸡一样 每道料理都有爱马的呵护 餐厅渐渐走出疫情阴霾 墙上满满名人的签名 都是美味的最佳证明 当初那时候她孕妇 因为她想要喝糖 然后就来吃我们家拉面 然后很喜欢 吃到她小孩子出生之后 上了小学来吃我们家咖喱饭 一个人熬过艰困时期 人生重新开机 对爱马来说 将台日美食相融合 满足陶客挑剔的味蕾 便足以让她获得满满成就感